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日常 一起看看今天的包廠做些什麼包 工廠會做三種包 一種是傳統叉燒包 另一種是鹹蛋黃的味道超級濃郁的流沙包 剛才第一桶的麵粉是叉燒包的包皮 黃色的就是流沙包的包皮 第三款是菠菜汁松皮黑椒牛柳包 將打好的菠菜汁和麵粉一起混合 就調成了天然綠色 攪好的麵粉就要經過多次過機 將整塊麵過到順滑為止 所有包都是人手製造 人手將麵搓成長條之後 接著就按照大致相同的重量出體 既然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離不開預製點心 這樣還不如選一款頂級的預製點心 預製點心的價格又便宜又貴 不同的廠家對選用食材的標準 和出品的要求也不同 就像我之前做的對比一樣 有5元雞12個叉燒包 亦都有我自己推薦的這種高品質的手工叉燒包 為何價格會差這麼多 麵粉選用 叉燒餡用什麼肉 用鮮肉和用凍肉 價格和味道肯定不一樣 可能經常看過視頻的朋友 都會了解我對食品的出品 絕對有一定的要求 我從來不主張大家在食的這方面 尖過於便宜的出品 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我想不用我多解釋 大家都明白 這邊就是傳統的手工叉燒包 包皮發酵的方法 就是一半面種一半衣食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裡面還加入了適量的牛奶 這樣拆出來的叉燒包的包皮 就會更加鬆軟 叉燒包的包皮重要 但是叉燒餡才是靈魂 怎樣為之美的叉燒餡呢 首先豬肉的選材 當然就是要用新鮮的豬肉 到時切割新鮮豬肉的視頻 我也會展示給大家 這些就是今天新鮮 剛剛烤製出來的叉燒 叉燒烤製好之後 攤冷 然後再用機器把它切碎 再調味拌餡 絕對可以保證是新鮮的豬肉 包好的叉燒包 每一隻上面都要均勻的噴水分 接著再放在專業的發酵箱裡發酵 始終保持固定的濕度和溫度 才可以保證它完美的發酵 一隻好吃的流沙包的關鍵 就是它裡面的餡 一定要用漂亮的蛋黃 而不是直接買回來的 調製好的蛋黃味的蛋黃 這些就是剛剛烤製好的蛋黃 烤製好之後 再用機器把它攪碎 再加不同的調料 把它調成流沙餡 在以後的視頻當中 每一款包的製作過程 和原食材的選擇 我都會展示給大家 試一下今天的三款包 今天做的三種包 蟲皮包 撕了一層皮 裡面是黑椒牛肉餡 撕開來 真正的牛柳 好吃的牛柳肉餡 這個牛柳肉餡 汁都流出來了 又不是流得很緊 剛剛好 這個牛柳肉餡 嘗試鬆不鬆軟 好鬆軟 再次摸上手就會知道 啊!好吃 很香的蛋黃味 很濃的蛋黃 很棒 接著再吃一隻叉燒包 叉燒包的質量一直都非常穩定 加加五元問題,吃到好的產品才是最重要 如果有意購買這些包 可以打開我的抖音 點擊頭醬,再點入廚窗 裡面就有各種包裡 大家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 選好之後再點擊支付就可以了 今天的工作日常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